在武汉长江边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大祸 大家过来看一下吧 这里就是武汉的长江边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很多船只正在这里 看到没有 这里呢就是武汉的长江与汉江的交汇之处 前方不远处呢就是武汉的长江大桥 在长江与汉江的交汇处啊 发现了一道明显的分割线 这里呢就是武汉的龙王庙 也是这里欣赏长江和江景的最佳地方 这里呢可以看到有两个 是龙头乌龟的生子 江汉朝中两江三岸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有很多石狮子 然后可以看到这江边的水流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这边呢就是汉江 前方不远处有一个码头 我们可以在这里坐船横渡长江 去江对面 看到没有这边的景色真的是非常的美丽啊 天下第一水府 在长江边呢这边有个字 天下第一水府 你们有来过这里吗 我发现了只要有长江的地方 那就必定会有那个龙王庙 或者是有海的地方 那就有妈祖 你们发现了吗 这边呢有很大的那个铁链了 这根铁链呢是一个黄状的 一二三下面呢还有 然后这边呢就是这个铁黄 非常长非常粗的一根铁链 然后一直延伸到长江的底部 然后从这边呢非常的粗啊 然后不知道长江里面铁的是什么东西 令人感觉到非常的神奇啊 以前这里应该是有一艘货轮吧 然后呢就把这个床子呢给它锁在这里 然后现在由于时间久了 这个床子啊 然后就开走了 开走了之后呢就没有了 所以大家能够很清楚的看到 在这长江边 江水呢真的是波澜壮阔 非常的美丽 然后能够看到这边有很大很粗的铁链 再往这个江中心看过去呢 其实你会发现 旱江与长江交汇处啊 出现了一道非常明显的分割线 这就是所谓的近卫分明 因为长江水和旱江水 它的颜色不一样 水流速度不一样 所以呢交汇在一起啊 就能够看到很明显的分割线 前方不远处就是武汉的黄河楼 然后这边呢是武汉的长江大桥 大桥下面有很多货轮从这边经过 然后能够很清楚的看到啊 这边呢是武汉的长江与汉江 然后很多人就以为啊 这个两江交汇之后 形成的天然的分割线 就感觉像一条蟒蛇经过一样的 其实呢它并不是蟒蛇 而是长江水与汉江水交汇之后啊 出现了一道分割线 在这里呢就是武汉的那个秦川桥下方 看到没有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好玩 好了 这期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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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